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献哥吴宗献和大女儿Sandy吴珊茹主持的节目即将满五年 这天他们齐齐出席记者会庆祝 回顾这五年妇女当合作生涯 献哥对Sandy的表现相当满意 还说自己是时候退居二线 让个胃出来给Sandy 爸爸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工作 然后还拿了几座的一个金钟奖 其实什么都不重要 爸爸你身体要健康 对啊真的身体要顾好 谢谢你哦 我的妆又要补了 爸爸超爱你 爱你爱你 他的个性各方面跟我很像 我也觉得我随时都在做交棒的准备 因为艺能界对我来讲 这个太久了 太久了做了快四十年 对然后还好以巴这五年有你 谢谢 我觉得很开心 很快就到农历新年了 因为疫情反复 大家都要尽量留在家中 Sandy也说去年传出婚讯的大妹 今年依然会在家过年 而献哥就开玩笑说 二女婿不用来拜年 今年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跟二女儿一起围绕吗 不会 女儿万一嫁人的话 还是我们无家的人 看她要干嘛 来吃饭吗 一起吃饭 大家都比较忙一点 因为今年也还没结啊 现在也还没结啊 所以还没有要过来 是妹妹还要在家吃饭 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不会来拜年 拜年啊 天哪我们两个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对 现在都是讯息拜年就可以了 这么排斥 你不能表现出这么排斥 讯息拜年就好了 拜年我们还要给红包 你看傻啊 对啊 对啊 女儿真是赔钱货的 我们台南人嫁妆又一牛车 所以这个是很伤的 好吧 那爸爸要准备三牛车 谢谢哦 对啊 内地人气歌手华晨宇和张碧晨 未婚生女的消息震惊整个娱乐圈 网民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褒贬不一 一向热心时事的献哥 当然也有被问到怎么看这件事 他就觉得无论有没有结婚 生宝宝都是好事 OK啊 对啊 问问学长吧 对不对 那个真心诚意地去扛下 你应该要负的责任就OK了 对啊 而我就是一个典范 我们身为一个艺人 对不对 我们最大的重点是在舞台上的表演 你看他唱歌那么棒 对不对 我们就看他表演就好嘛 那私底下的一个角度 不要坐监犯科就没问题 对啊 那我要有一个家庭 我要小孩 这还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现在台湾多生小孩 还有补助呢 对啊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 时代老早不一样 女神卡卡 如果突然间怀孕生子 然后父亲不知道是谁 这也是一件喜事吧 对啊 对啊 为什么要笑 不会 为什么要笑 这个不是笑话 现在很多人生不出来 他们要做小孩 要代理孕母要干嘛 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不用代理 然后直接就处理了 就多开心 对 所以OK了 恭喜华晨宇